我美嗎 我是要講風景,你在講你 你已經錯過了 沒有啦,這邊很遙遠的 我已經錯過講你美的時機了是不是 對,你剛剛路試掉一個時機 給你扣了五分 哇賽 來,這路也太陡了吧 太陡了吧 你的小腹要縮一下喔 大概25度吧 有這麼低嗎? 我以為 這邊有縮嗎? 是喔 什麼意思 嗨,大家好,我是Amber 嗨,我是Alan 歡迎又來到 你很難到的一日秘境 我們現在在茂林風景區 我們今天要把茂林的溫泉走一遍喔 十幾年來有很多溫泉的故事 有心有救 我們就看看現在發展到怎麼樣 OK,走吧,這裡很吵 所以我們就去下一個地方 Go Go OK,這裡叫做 茂林區溫源 溫源 溫源 溫泉產業示範區 這裡有一棟最新的建築 今年的夏天完工了 應該是冬天就會開放 就是茂林這裡最新的溫泉區 建設的還滿漂亮的 以後 我們南部人 沒有,全台灣人 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來享用 只是蓋在我們的茂林 沒有在幫政府宣傳喔 只是它很接近入口 所以我們就先來這邊看看 雖然我們是跑野溪溫泉的 但是我也滿期待它的完成 停車場看起來位置也算有一些 有 草皮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還有青紙池 還有湯屋喔 後面的建築物是有湯屋的 泡腳池啊 還有戶外泡湯區 露天的 好好用的話應該會很棒 走進去看看吧 走 喔,你好壯喔 你怎麼那麼壯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讓它接觸 茂林這裡屬於國家風景區 國家風景區 沒有說不能帶寵物 但是要帶好 要把大便清走 以前有一陣子不能帶狗的 對,有一陣子有公告不能帶 它那個區間過了就可以了 大家出來的時候要問清楚 那我們這次是有問遊客中心 有問過的 OK 國家風景區是可以的 但如果像壽山就不行 壽山它是屬於 國家自然公園吧 像阿里山 國家森林遊樂區 像內洞也是森林遊樂區 這些都不行 不能帶寵物 但國家風景區是可以 我又最喜歡追石頭了 好 這個應該是洗腳的地方 旁邊這個應該就是泡腳池 這個百步蛇的形狀 你不說我還沒發現 旁邊這個應該是 收票體 像這建設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這樣子收費我覺得還OK 有兩個露天泡湯匙 這泡湯匙還不錯 旁邊都有那個石椅可以做 好像石棟溫泉都放大版 這是休息的嗎 那裡有分泉 你在打什麼啦 這真的很大耶 而且看起來還蠻深的 可以50個人泡 後面是廁所 那這是湯屋 這裡有建築物 應該也是湯屋 希望好好管理 真的維持得好 這樣子 但這邊不是我們的目的 就只是經過而已 好 要離開這個溫泉產業示範區 下一站就到我們的目的地 要去泡湯了 我也沒去過 是個蠻有趣的地方 來的路也太陡了吧 太陡了吧 太陡了吧 衝吧 高波多溫泉 多美嗎 我是要講風景 你在講你 你已經錯過了 沒有啦 我已經錯過講你美的時機了 是不是 對 你剛路是掉一個時機 給你扣五分 哇賽 好可愛 這裡很美啊 這裡好像一個越野機車 這樣騎上去然後會飛起來的 飛過來是不是 對 你看這個西邊好漂亮喔 好像釣橋喔 對 以前釣橋摧毀了 我覺得遺跡還蠻美的耶 對啊 就立在那裡 我們從歐布諾佛部落下來 我蠻喜歡這個名字的 就比較特別嘛 好像遊戲的名字 感覺不是一般都市會出現的名字 平常是叫他們萬... 萬... 萬山部落啦 但我比較喜歡四個字的名字 下來以後到西邊 我們要去找一個 潛在西邊的溫泉 它的泉質 是有溫泉的泉質 但是溫度不夠 所以當地會有一個特別的文化 就是把它加熱 我也沒來過來試試看 那我們就叫它 加熱溫泉 我想叫它瓦斯溫 好像很危險 我們要切到溪底之前呢 有經過一個之前的設施 我們先去看一下 走 這是以前舊的設施 來看這個設施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看到了 今年完工漂漂亮亮的 茂林溫泉產業示範區嘛 那這個呢 就是大概在... 我想一下喔 2014、15年的時候做的 茂林以前是... 南部門的溫泉勝地 蛤?真的喔? 我知道了 茂林的最裡面有一個 當年非常有名的 多納溫泉 多納溫泉 可以算是我的 第一個野溪溫泉 如果是第一個 我自己去的是利松 但是小時候 我媽曾經帶我去過 多納溫泉 後來巴巴通在 蓋掉了以後 茂林風景區裡面的溫泉 都被蓋掉了 多納溫泉 整個被填高了五六十公尺吧 以前紅城峽谷下面的 代沙能溫泉也是被蓋掉了 從巴巴以後 就一直有溫泉的計畫 這個就是當初的計畫 蓋好了 但是沒有啟用 就放在這裡 沒有用過啊 沒有用過啊 就一直放在這裡啊 我覺得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溫泉溫度不夠 我覺得這個還好 加熱就加熱嘛 泉質夠就好了 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旁邊有一個紀念公園 我個人是覺得 這紀念公園 旁邊有溫泉 我是覺得還好啦 因為真的要說 現在的那個 溫泉示範區上面也是它 對 所以 錢花下去了 就變成在這裡這樣子 錢花下去 放在這裡的 不只這邊 多納那邊還有一個 這裡2015年應該就蓋成了以後 2017 2018的時候 又在多納 又蓋了一個 也是泡溫泉的池子 現在還是放在那一邊 2018年2月就已經蓋好了 放在那邊 我們今天應該不會過去 但是我補一下我之前 有去拍的畫面好了 水浴油氣活動管理辦法 罰1萬到5萬 哇 下面還是蠻多 當地人在換水的 好 這就是蠻著名的設施 蓋好了至少兩年了吧 沒有看它啟用過 就在這邊 接雨水 噢 溫泉池 廁所 原本看起來應該是好好的地方 雜草床山啊 以前野溪溫泉 就在現在站的這一塊 不過八八風災以後 整個地都填高 填高到現在這樣 我們再走一下 你看下面有人在玩 那個紅色的 可以很明顯看到很紅 嘿嘿 這弟弟都很可愛喔 OK 回去吧 它的模組都是幾個全尺 然後一個公共廁所 對 大概也是差不多的面積 但是那邊沒有屋頂 所以錢花了 就放在那邊 可惜喔 也是大家的錢啊 對不對 大家要多出來啦 多看看 順便監督一下嘛 對不對 好啦 我們去泡溫泉 講那麼多 走 我們回到西邊了 有一條路 通往我們的瓦斯溫泉 好啦 不是瓦斯溫泉啊 歐布諾火溫泉 下面有一對 要去溯溪的 可能要去自勤谷 看到了 前面好多人啊 坐在這裡 這就是 歐布諾火溫泉啊 用瓦斯加熱的溫泉 十幾年前 大家都是泡這個 YouTube都還可以找到 現在人比較多 我們先在西邊玩 你家背景超美的 來點背肌吧 哈哈哈哈 好累喔 來吧 無所謂俱冷 我們最近開啟的新單元 就是要在河床上面運動 誰跟你開這個單元 剛剛開啟的 就在剛剛 你的小腹要說一下喔 什麼意思 不想自己在這裡 這邊很舒服 你們都做十幾年了 這個池子 做了很久了 圓泉在後面接過來 然後接瓦斯跟熱水池 以前就燙了 現在八十多年都不燙 所以有熱水池 就這樣 然後完全燙了 他說完全以前是燙的 以前只要四十多 以前只要四十多 以前比較燙 大概四十多 四十多 兩個 阿你店面那個沒在用 對啊 全部開啟 開啟 開啟 以前圓泉有四十 四十四十一 四十一 阿現在沒了 所以現在要用熱水池夾 不過全紙還是有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怎麼用的 這超酷的 還有熱水池 然後瓦斯都要自己帶 嘿嘿 水就接到旁邊 這是源頭 大概二十多度吧 有這麼多啊 喔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比一般冷水在這一點 畢竟它也跑得這麼遠 而且它圓池摸起來就滑滑的耶 是有一點冷血味的 有沒有 有 對耶 有喔 看著它會有壓力 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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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歐布諾佛 瓦斯溫泉 瓦斯加熱溫泉 剛剛有看到我之前去多拿溫泉的畫面 那個建築物很久都放在那邊沒有用了 結果我剛剛講的2018年2月就一直放在那邊 旁邊立了一個牌子 大概是上次那個多拿一線天的上面山崩的時候立的 多拿一線天沒有崩啦 是上面崩啦 英文都要講得好像多拿一線天崩掉一樣 上面寫的水域油氣活動管理辦法26條 如果真的去查26條 根本跟碗水沒什麼關係 跟泛舟有關係 我很少做茂林的景點就是因為避免爭議啦 我家風景區適用的法條是發展觀光條例 裡面呢36條講玩水 用這第36條又多出了一個水域油氣活動管理辦法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查 簡單來講就是沒有不能玩水 但立牌子以後就不能玩 那邊完全沒有牌子 OK 所以沒事 今天他想到立牌子 好了不能玩了 這樣子 OK 你覺得這樣怎麼樣呢 大家自己去想嗎 這地方很容易啊 下車走了十度 十公尺就到了 啊人很多 所以 如果不想要人那麼多 可能這個地方不太適合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我太 太喜歡使動了 無人 使動要走一個多小時啊 人比較少 對啊 我喜歡輕優一點的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全職我很喜歡 洗了會滑滑的 對 然後不是不舒服的滑 是剛剛好的滑 有不舒服的滑 有喔 如果我下次帶你去那個 洗得很不舒服的滑給你看 還沒帶 就加了沙拉托之類的 加了沙拉托可能就不滑了 它會起掉 喔 化學條老師喔 開玩笑 全職是很好的 味道也很好 我覺得溫度不像以往的 我是第一次來 但今天來很開心 因為我遇到了他們說 創詞 對 創詞 創詞的 阿伯 他也很樂於分享跟聊天 那我們也是感謝他 感覺到人家家做客的感覺 然後我們有出一點小心意 就是給不辛苦帶瓦斯來的 有人說不成文的規定啊 我覺得要主動做這個動作 瓦斯也很重耶 對對對 我們是有給一點心意的 OK 這樣子 大家要尊重彼此喔 然後這裡通常都是常來的人才一直來啦 旁邊西很美麗 山也很漂亮 溫泉池可能會 時常都是很滿的狀態 想要真的很放鬆炮燈以後的 茂林 什麼 溫泉產業示範區吧 好難念 好難記的名字 對對對對對 今天就剩這樣啦 好 覺得 我們的影片還不錯 分享還不錯的話 幫我們做個訂閱 對我們會是很大的鼓勵 不用花錢 請訂閱分享 按讚 對我們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 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喔我抓錯了耶 我剛剛有一點 有一點 那就這樣吧 等一下被做梗子 如果來看看旁邊都有 有美麗的溪水山景 山景 還要來啊 這個地方 有看到畫面 它的 拳 它 我要講 要講什麼 就是它是人造出來的 然後 你根本不是偷偷講話 蛤 你根本不是偷偷講話 我沒有講話啦 有 哪有 你不要念 你閉嘴 不想自己在這裡 好 好 我幫你解開喔